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字它是特出了当中的水流 如果说我们要去看唱讲也好 皇后也好 你到哪里去看 当中的流是很快 红风下来的水 它是当中的 它又高起来的 比别长要高 向下冲 是特出当中的主流 这是水 这个字的特别 春这个字的特别呢 它是特出了两边的岸 水流在中间是点 它不是特出水 而是特出这个岸边 这就是水后川的区别 在古代的时期啊 这个水的这个几个意思 它就是指的河流 所以一般一些河流呢 就成为水 比如说坏后 就成为怀水 另外呢 有些地方呢 它在游云呢 也成为水 比如说在加速三代地区 会游云 就说这个人会水 不会游云 说这个人不回水 这个水这个字呢 加果文和军文这个写法呢 基本上都是相似的 一直到小传都是这样 下面呢 然后来把这个水池呢 它这个写法来引示 和大家一起分享 水这个字的写法 过时还会呀 这是第一块 这个表示大陆的水流船间 这渐气的水花 这是第二块的水花 但洪风来的时刻 我们可以看到河流的中央 这个水流很明显的 这是第三款 万万确确的这个河流 不是一道万 好多一道万 我选了这四款 这件不是十款 好多款 水上详心这个字 在经文里面呢 它这样写 这是周朝早期的写法 周朝中期呢 它这样写 这是周朝中期的写法 到增过时刻呢 这个水池 它就形成这样 在经文里面 大概就这样几种写法 在小镇呢 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种水流的 一种形象 这还是水的在那流的 这是小镇的写法 绿素的时间 这个写法呢 有的时候有变化 它变成一个多基子 它写成这样 在超强背里面 它就写成这样一个 在开术里面呢 这个字就像这样子 它就是指的河流 延伸一下泛字 讲后骨河 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水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